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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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i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今天来烤龙虾尾A 我们一起开始吧 我会烤个洋葱 我今天会用到这个海鲜调味料 先把龙虾尾巴摇一摇 拿了一半分的剪刀 从这背上剪下去 上面这个坑很腻的 要小心一点 从底部全部挖松了以后 把这个漏挖出来 墙子已经是清干净的了 漏根坑是不脱离的 这还是个手套 手指进去挖 保护手指 这个挖好了 还有的墙 要把它清干净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颗了 一摇火的火都火开它 这个又挖好了 好了 我现在六个床挖好了 再来调一个调味料 放这个西芬 这是海鲜调味料 放一点辣椒粉 这辣椒粉不辣的 就是来调味道的 加多一点蒜粉 加一点海鲜 加一点胡椒粉 加一点胡椒粉 放一勺玉米粉 加点香菜 加一点香菜 把它调盈 加一块黄油 把这个黄油暖泡了一些 把白油倒进去 把蒜头切好 把蒜头倒进去 拌均匀 来一点橄榄油 这个龙虾尾上面 塞一下油 这个调味料 里面擦一下 外面也擦一下 擦均匀 然后上面再放一点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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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常弄好的就把它拌均匀 把这个洋葱切成洋葱圈 把这个洋葱切成洋葱圈 炒一些辣椒 在这个洋葱上面也放下调味料 洋葱就擺好了 把面放在烤盘那边 烤箱375度 拿点胡椒粉 把剩下的调味料倒在上面 好了现在烤箱已经是375度了 准备好的食材放入烤箱 375度烤了10分钟 我把它取出来了 然后加多一点七十上去 把烤箱温度调到450度 再烤5分钟 加点橄榄油 然后把葱花放上去 好了再把下尾烤好 然后我现在淋上这个 在龙虾尾就烤好了好香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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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